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董和大陆制造业首部和想见对台 郭台铭说出三个预言 欧债风暴延伤 郭董认为欧洲经济真的不好 美国经济2013年也不一定会好 至于大陆出口衰退清新 他认为会持续扩大 对欧美经济感到忧心 不过郭台铭投资没有缩手 而是持续加码 今天不会只有韩国 好 一定会有日本跟台湾的 对不对 哪怕我们不是第一第二 总有第三第四 对日本就两家 连日抗韩 郭台铭认为最不景气 就是最好投资的时刻 所以他扩大在日本和德国的投资 机会是要给有准备的人 郭董直言 欧洲和美国不适合做制造业 大陆会是最后赢家 因为环境成本 大陆目前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敢说敢做 郭董预言全球经济趋势 也说出鸿海的应变策略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好 到底谁会是最后赢家 这个肖万长之前都讲过说 这关键两年 台湾真的不能够再拖下去了 应该要来加入整个 这个国际局势的 这个经济结盟当中 而不过现在面对这样的状况 郭台铭所预言的苦日子 如果台湾再不应变的话 是不是真的 大家还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们该如何求生存呢 总编 台湾这些年 让大家会觉得 在过苦日子 或准备要过苦日子 我想最关键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的经济成长率 特别是这些年 严格来讲 应该是从李登辉总统时代开始 到成全辉总统时代到现在 它是一个累计的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过慢 第二个 台湾在面对周边的竞争的时候 台湾的产业的升级的转型和升级的速度太慢 甚至说台湾的产业的这个升级和转型 是并不成功的 我想这两个因素 造成台湾国民所得的增加速度过缓 太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最关键还是因为台湾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 都集中在政治这个区块 所以还回归到朝野斗争的状况吗 我想最关键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力量 我们举大陆来讲 大陆在80年代 邓小平确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所有的问题跟经济发展中心不符合的都要排斥掉 所以包括在外交在内政相关的事情上 就全力发展经济 所以在经过20年的这个变化 大陆这个经济的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它整个经济发展是全球的经济的火车头 那台湾这20年刚好相反 是他们把所有的经济力量 所有的力量放在这个政治的层面上 所以相对关注经济的这个力度就小了 那社会各个阶层的动员的力量 也放在这个政治的层面 我们想一下20年前 台湾的社会会这样子吗 20年前台湾的社会 尤其在讲英国时代的时候 在拼十大建设的时候 所有的政治的人物的焦点 他们其实力度 力道是放在怎么样提升经济 怎么样让台湾的产业 有更好的发展 这是过去这些年来 台湾为什么可能会面对 这个经济发展的滞后 而可能未来会过苦日子的这个优历 所以郭台铭的这个讲法 也就是大家未来可能会过苦日子 当然还有全球大经济环境的这个大的趋势 但是台湾不是没有 在讲英国时代的时候 台湾面对的全球的经济的环境 石油危机 台湾也度过 而且经济继续高速的增长 我想这是一关键 我们怎么样凝聚台湾的这个共识 把焦点和心力放在怎么样让经济更好 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好 总编点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说 政治现在好像是变成最大的考量 都凌驾于经济之上了 所以变成说这几年来台湾的经济成长 似乎是有这个果足不前的现象 本来是台湾应该是应该立基在一个很好的立基点上 因为如果说现在大陆市场是重加必争之地的话 台湾应该是一个在语言文化共通的地方 其实应该是最好的跳板 不过现在这样的状况 台湾现在还有没有办法集体直追呢 其实台湾已经丧失非常多的先机 我想比如在90年代台湾谈的最多的是 要成为亚太运营中心 但是台湾采取界级应用政策 我们在过去在90年代我们特别看到 90年代就是说我们说在95年以前 甚至是97年以前台商到大陆 如果成功发展的现在都成为大的企业 在之后因为界级应用政策的这个限缩 让台湾跟大陆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 最快速的一个经济体做了一些限制 那这个连结度就已经切断 从我界级来讲它切断了很长的时间 让台湾的企业没有办法跟在大陆的市场 能获取到更好的站到更好的这个位置 那一些既得利益其实被其他的 包括香港包括韩国甚至包括日本美国 这些其他国家的这个企业 它也占到了很多的这个先机 台湾在界级应用政策之后 其实已经丧失了很多的先机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如果说现在台湾要怎么样 在搭中国这个快速起飞的这个火车 我们要顺风而行 过去这个逆风而走的这种情势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台湾在这一段时间 已经陆陆续续看到了这个 尝到了这个苦果 我们应该要在大陆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这是台湾未来要集体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即使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即使有这个可能面对大陆相关的 对于台湾的这个一些在统一上的一些问题 就政治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顺势的能够走 搭这班车 其实我们应该要集体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 跟中国大陆的发展是联动 而且息息相关 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度 已经超过40%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不可能脱离大陆的经济发展 台湾会有好的经济发展 我们看到包括股市 包括台湾的各个的这个产业 都很明确的 已经跟大陆经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 那在这种情势下 我们怎么样集中我们的心力 来跟大陆做一些对接 其实这样是我们应该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有很多的策略 可以来考量怎么样去进军大陆 同时我们之前也签了ECFA 可是现在还有一些很关键的 包括了要签FTA 签这个跟美国签TIVA等等 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结盟的方式 现在是卡在哪里 肖万长就说了 现在是卡在台湾的内耗 现在其实也很严重 不过面对这样的状况 其实台联党主席黄昆辉 他在这个美牛争议现在还没解决情况下 他最近的这个动态是 他也到达华府访问了 被问到美牛的问题 他就是批评马政府 其实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处理 美牛根本是荒腔走板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美牛的问题 不应该用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去处理 应该是要用自由贸易 在TIFA的一个架构下来处理 就比较容易多了 所以如果你用食品安全的角度来处理的话 那租的问题也会卷进来 这是没完没了 很难处理 那当作自由贸易的谈 这很容易处理的嘛 非常非常容易处理嘛 然后你美国早一点表明 跟台湾准备来洽签这个FTA 那我想这个问题更容易解决 好 总民怎么样看这段谈话 其实黄辉主席这个谈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现在美牛这个问题啊 真正上纲上线在处理的 其实是台湾现在的反对党 我想马政府在处理美牛的问题 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我们的执政党的很多的官员 也明确的表示了 美牛的问题 它是台湾在整个跟美国签订FTA 的一个前提的条件 只是没有讲得那么白而已 我记得昨天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 斯图文很明确的表示 现在美牛变成台湾 政争的这个工具 那也变成台湾政党 恶斗下的一个 如果说美牛都没有办法谈 那怎么去跟美国谈FTA 其实斯图文的意思是 再也明确的 就是非常明确的表明了 美国的立场 刚刚按照台列当主席的说法 他也觉得说本来就应该按照自由贸易的这样的概念来谈 好像不应该有冲突吗 这没有内耗吗 其实这是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因为美牛的问题其实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这是绝对的 它同时也是台湾对外在跟相关的国家谈 就以美国来讲 跟美国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问题 如果台湾民众没有办法认知 任何的这个谈判都是有得有失的 如果得大于失的话 我们当然是要选择跟对方去谈 如果失大于得 那我们当然不谈 其实马政府一定是经过了深刻的这个考量 我们在美牛的问题上 如果我们不做适度的协商 不做适度的让步 那后续我们要争取跟美国谈FTA的话 那基本上是没有门的 也是没办法的 其实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个思考是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现在反对党一直在谈说 你不要跟大陆亲近 不要跟中国亲近 你跟中国靠得太近 就马政府现在要跟美国来谈FTA 要跟美国亲近 你也有意见 你叫台湾既不亲中也不亲美 那台湾要自生自灭 台湾是一个小国 我们自己在这个大国之间 我们一定要懂得博弈 而且台湾要有弹性 要有灵活 灵活的这个措施 这样子我们才能面对 在大国之间 在竞争的时候 我们获取最大的利益 这个最大的利益就是 台湾老百姓的利益 也就是我们怎么要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这是非常关键 台湾老百姓应该要明确的了解 就是说在任何的这个谈判和挫伤上 我们一定会有德 有识的 这个德和识之间 德的大于识 我们就要去选择 好 那我们就来看到 前副总 我向外长 他之前对于台湾 现在所面临的这个迫切挑战 他提出了什么方式 一定会做出一些关键的改变 那么区域经济的整合 包括跨太平洋经济战略 伙伴协议TPP 以及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 都展开关键的谈判 还有攸关大陆经济转型的 十二五规划 也要进入一个成败的关键的阶段 所以我们台湾必须 评补内外情势的快速变化跟影响 摆脱长期内耗跟发展停滞的阴霾 掌握最关键的两年 来推动台湾的转股工程 好 我们看到肖万强说 台湾得转股 要登大廊 那其实在很多的思维上面 就算是要进军大陆市场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说 只focus在大陆市场这块 你要有很多其他的联合策略 总编怎么看 其实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政府有好的政策 有好的利益 他是想推动 但是遭受到政客的攻击 有时候因为台湾的政治环境 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强人出来 但是我们在执政者 他在市卫 只要是好的政策 符合老百姓的利益 应该就要非常明确 而强势的去做 我们不期望说有一个像 威权统治的这种强人在线 但是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强力推动政策的一个方式 任何只要有利于民生 有利于老百姓 我觉得政府就应该要采取强硬的措施来推动 要该如何强硬 是否马政府目前的方式 其实策略是不够当机力端 其实我们觉得 马政府让外界的感觉 其实如同主持人这样的 很多人对觉得马政府太过软弱 这个其实马政府要深刻去思考 而且这不单纯是舆论也有责任 台湾的舆论 台湾的媒体也有责任 我们应该要很清楚 现在台湾的环境 诚如萧院长讲的 萧副总统讲的 台湾现在面对的经济的危机 其实是非常的巨大的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经济学家马凯也提出 他说台湾其实在危机重温的一个攸关的时刻 危机重温的时刻 我们非常时刻就要采取非常措施 政府应该要大刀阔斧 要不惧艰难 不计毁谤 只要对老百姓有好的 知道这个政策是好的 就应该强力推动 舆论也应该要支持 我们不是一味的舆论要复合 但是舆论起码要站在一个社会的良心 让老百姓对老百姓好的 我们就应该要给予他的好的评价 我想舆论跟政府一起来推动 面对台湾特殊的环境 能够让好的政策推动 这个才是台湾老百姓之福 所以说政府该要如何 在这个时候能够 可以很有智慧的 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政府该做的是什么 而且更果决的 在这个时候赶快跨出一步 让台湾是可以更有希望的 今天也给谢谢总编的点评 我们之后更多的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 欢迎订阅点赞召唤